我叫津田依依 37岁 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中年色处 凭借堂妹二三 获得三等奖的人脉 拿到了举办 池川推理奖颁奖典礼的项目 叶三还在感慨说 我真是幸运了 我却不这么认为 说不定美运也蕴含其重 在会场上 我和后备叶三 见到了池川书房的编辑 吉田英辅 评委建功立一 二三和他的推理小说家男友 小美业游人 二等奖得主 东树阿加沙 以及凭借 林奈连环杀人事件 获得一等奖的超级新秀 奈虎昌良 可是昌良这个人 却拉响了我的侦探感应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不过这种情绪啊 很快就被二三 和他的男朋友转移了 因为他的男朋友正在问 这就是你的那位 在高中时期大放异彩的堂哥吧 二三却笑着回答说 我现在不过是个 普通的中年大叔罢了 而且是个单身狗 我这就不服气了 我自己平时也有 在短视频平台看美女的 我是在锻炼自己的眼光 二三让我把手机拿出来 看看播放记录 我拿出来了 我赶紧编了个理由 搪塞了过去 本就喜欢文学的叶三 在这种场合显得异常兴奋 我赶忙提醒他 无论如何 不能向作家要签名 这是社会人的基本常识 正说这话 基田先生突然找了过来 他告诉我们一等奖得主 赖户昌凉不见了 一个小时前来碰头时 人还在 后来说去半点事 就再也没有回来 打电话也联系不上 眼看颁奖典礼就要开始 我当即决定 和叶三在馆内悄悄找人 人群中突然传来了一阵骚动 原来是播放获奖作家 介绍的视频中 出现了奇怪的画面 废弃的公寓内 一名男子身上缠着胶带 躺在浴缸中 有人拿起一把锋利的小刀 狠狠刺向了他 鲜血喷涌而出 画面消失 一片死寂后 只留下了一个红色的 啊 我马上反应过来 这个场景与一等奖作品 林岚连环杀人事件中 第一起案件一模一样 基田告诉我们 主办方事先准备好的USP 被人替换了 小梅也表示 依照当时的流程 本来应该播放的是 奈户昌凉的获奖感言 二三认为 如果视频中的场景 确实是林岚连环杀人事件里的 那有可能是在向作者 奈户昌凉致敬 东树却觉得 这有可能就是 奈户昌凉自导自演 想以此作为自己 独特的获奖感言 眼看各位作家 已经进入了推理状态 我只得把奈户昌凉 失踪的消息讲了出来 为了寻找线索 我们再次打开那个视频 画面显示 废弃的公寓 位于林岚儿童门诊附近 而这家门诊 就在祁域县 二三当下决定 颁奖典礼结束后 去那边看看 小梅也不放心 二三一个人 他表示要开车 和他一起去 叶三认为 应该先联系一下警方 可光凭一段录像 还不能确定是案件 保险起见 我给真毕学长打了电话 学长很快赶到了会场 看过视频后 他问起了 林岚连环杀人事件的内容 这部小说的凶手 是甜字字迷的狂热爱好者 只要有单字 就想组成词 只要有空格 就想填满 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有一天 对他一向冷淡的女孩 突然发来短信 让他到林岚去 男孩听话的去了 离女孩家比较近的 祁域县的林岚 结果女孩告诉他 不是这个林岚 慌乱的男人 又去了竹里区的林岚 还是被告知走错了 最后男人来到了 神奈川的林岚 结果女孩再也没回过信息 因为这件事 男人对林岚这个地名 抱有一种变态的执着 扭曲的复仇心 令他决定 在这三个林岚 进行无差别杀人 就像完成甜字字迷一样 被害人的名字 分别是 阿鸭西开头 这样三个人合起来就是 阿鸭西 如果这个视频是真的凶杀案 那么凶手 也许会按照小说的情节 继续在竹里区杀一个人 神奈川杀一个人 来完成连环杀人 喂 那岂不是更加糟糕 而且那位叫 奈胡昌良的作家 也就失踪了吧 最后的C 说不定就是 奈胡昌先生本人呢 的确有这个可能 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 林岚连环杀人事件的作者 奈胡昌良本人 比你自己作品的 情节犯罪的可能 典礼结束后 二三和小美也来到休息室 与真碧学长 简单寒暄了之后 他们便动身前往了齐环 看着二三离开的背影 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我心中油然而胜 晚上7点10分 二三打来电话 他表示他们已经抵达齐环 还有20分钟就能赶到林岚 因为要去废楼 所以这会儿 小美也去家具店买手电筒了 晚上8点整 二三再次打来电话 笼罩在我心头的不祥预感 变为了现实 齐玉县林岚的废楼中 确实有一具男性尸体 除了二三和小美也 目睹凶暗现场的 还有资深前来的 东树小姐和监工先生 确认了公寓所在地之后 真必要求二三等人尽快离开 毕竟凶手有可能还在附近徘徊 晚上9点30分 我们来到了案发现场 通过与当地警署的对接 获得了被害者的相关信息 草务风马 神奈川县川崎市 一家装修公司的职员 被害人的姓名 果然是以阿开头的 小说中 凶手无差别选中的名字 以林岚中的阿开头的受害者 就是在齐玉县 连田市林岚被乱刀刺死的 刑警先生 指纹检测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吗 到目前为止 查到的指纹都是旧的 浴室门上也没有吗 是的 完全没有 这就有点奇怪了 如果凶手是奈虎昌良先生的话 一边明目张胆地播放凶杀视频 一边又十分小心谨慎地 没在现场留下任何指纹 这岂不是有点矛盾 也是 不过那段诡异的视频在内 这件事本身就不像是正常人干的 而且也有可能是有人看过 奈虎昌良的小说《模仿行凶》 我觉得也应该对被害者的情况 进行彻底调查 虽然也有精神失常者 进行无差别杀人的可能性 不过被害者住在川崎 如果是无差别杀人的话 应该究竟找容易下手的目标吧 的确如此 我马上让人去查 晚间我和真碧学长正在吃饭 突然接到了姬田先生的电话 姬田告诉我们 失踪的奈虎昌良给他发来了一段视频 这次是在竹地区的林奈 一个男人被人用袋子套住了头 胶带一圈一圈的缠上了他的脖子 视频的结尾是林奈的 我和真碧学长联盟驱车赶到了现场 在姬田的帮助下 我们找到了视频中的废楼 被丢替在地上的胶带心 早已死去的受害者 现场的一切都指向了林奈连环杀人事件 这次的死者名叫神山里儿 32岁住在大酒堡 听到这个名字 我下意是松了口气 因为这与林奈中的鸭并不吻合 但当地警方告诉我们 在死者的钱包里 还发现了用于日常工作的名片 上面的名字是巴云里儿 推测死亡时间是下午6点45分 到7点45分之间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距离案发现场 100米左右的路上 发现了死者的车 当我们来到车旁时 发现东树小姐已经抢先一步 开始收证了 东树告诉我们 基田先生也把那段视频发给他了 他自己开车顺着线索找到了这里 看到巡警在检查这辆车才过来的 这辆车难道与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这是被害者的车 果然如此 啊 能不能别乱来啊 我就拍几张照片 别看我只是个三流推理作家 但对自己推理能力还是很有自信的 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呢 我说啊 小说和现实的杀人案可完全不一样 你别妨碍警察禅案 快回去 诶 那他为什么能留下 看起来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广告代理店职员啊 这位可是著名的侦探 金田一跟住的孙子 他在高中时代就因令警方惊叹的推理能力 大出风头呢 不过现在已经是个不起眼的中年人了 真必警官 能不说这种大实话吗 金田一先生 您认为这次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是赖户苍凉吗 不 还不能下这种结论 诶 这回答很意外呀 我倒是很想知道 怎么还会有其他可能呢 只要赖户苍凉先生不出现 就不能咬定 他是凶手 怎么不能呢 无论是模拟他的小说情节的杀人手法 还是从他的手机发出的视频 不都是在炫耀 案子就是他犯下的吗 小说已经刊登在杂志上 谁都能看到 视频也有可能是别人抢走赖户苍凉先生的手机发送的 我觉得推理时不应该带着谁是凶手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找出为什么如此麻烦的比例杀人 一定要知道其中的原因 连环杀人自然有疯狂的因素在内 不过这次的案件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的精神异常者坐下的 制定并实施这么大胆的计划 需要更加缜密而冷静的判断力 没错 这个案子一定涉及到某种更邪恶的东西 万万没想到东树听了我的话 居然当即表示要采访我 用来构思下一部作品 我迅速且坚定的拒绝了他的提案 坐上警车溜了溜了 二三也是 这个女孩也是 我可不是什么东京死神啊 呃不是 我可不是什么推理小说的素材啊 说到底如果不是工作的关系 我才不想解什么命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了二三的短信 原本呢他打算八点和小美野一起去神奈川的林乃 正当我感叹 二三也离谱起来时 发现了一件更离谱的事 东树阿加莎申请成为你的好友 哇 这个女人简直是个跟踪狂 无精打采的来到公司 向夜三简单说明了情况 便准备躺平等警方调查 然而一位不速之客找上了门 东树阿加莎 夜三本来想礼貌的请他出去 没想到他一本正经的怼夜三 他的意思是 我又不是来找你的 你那么激动干嘛 后来我们公司的常务董事来了 我们才知道 除了推理小说家 东树阿加莎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我们公司最大客户 东玩社社长的女儿 太谎言了 这种富二代的光芒 然后东树阿加莎很温和的看着我 血脉的压制让我很乖巧 他表示出于工作就没问题了吧 金田一先生 我赶紧点头 那是自然 于是点头哈腰的跟着东树走了 本则既然无法逃避 那就好好解密的原则 我从通树那里要来了 逐利区第二案发现场的照片 翻看到其中一张照片时 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正在思索这种感觉产生的原因 手机突然响了 原来是二三发来了短信 他和小妹也已经来到了神奈川的淋漫 并且发现了一栋 与小说中描写的一模一样的废楼 为了弄清那种不对劲的感觉产生的原因 我和东树来到了逐利区的淋漫 然而同样的场景 白天看上去感觉完全不同 二三突然打了一电话 说是在废楼里发现了一个人体模型 穿着有着奈户苍良名字的西装 在那附近还掉落了一本刊登了 池川推理奖的杂志 里面的林奈连环杀人事件 第三名死者的尸体 被找到后的部分被撕掉了 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应该是凶手留下的某种讯息吧 也许代表行修会到此为止 反过来也有可能代表今后 不再按照小说行动 不是吧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吗 没错 总之你最好尽快离开那里 我会通过珍碧学长联系警方的 嗯 我知道了 我也会转达给小美业先生的 这个案子越来越不得了了呢 这种展开 简直比推理小说还要精彩 总之 我们一定要找到今天一先生 在这里感觉到的不对劲 是怎么回事 那个 你稍微冷静一下 又怎么了 一兴奋就感觉肚子饿了 我们去吃午餐吧 我 金田依依 一个37岁平平无奇的中年男人 为了完成输宿的任务 被迫和财阀家的大小姐吃了午饭 在那之后 还被她强行拉到了一家正古店 好放松 我好喜欢这里啊 我已经闪架了 你要约约下次吗 我们家一直营业到半夜11点 可以下班或者放学之后再来 嗯 那就约下周三吧 周三我们家休息 那就下周五吧 啊 我知道了 请问你们前天营业了吗 没有 我们周三休息嘛 东树小姐 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在这儿等到晚上了 也就是说 我已经知道那种不对劲是怎么回事了 我正在思索 这一发现与此次案件的联系 忽然接到了真碧学长的电话 原来在神奈川的林岚发生了新的案件 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赶到停车场时 发现可疑车辆里有人烧炭自尽了 我与二三东树一起来到了现场 基田建功和小美野也先后赶到 经过基田的辩认 确认了死者正是失踪已久的奈虎昌良 真碧学长问基田 奈虎昌良生前有没有透露过自杀的打算 基田表示 从未从他那里听到过这种言论 真碧学长 能确认一下监控录像吗 啊 当然可以 你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吗 是的 我记得你说这辆车是在一位附近居民的报警下发现的吧 大概几点接到的报警 大约今天傍晚五点左右吧 我总觉得这一点很可疑 第二名受害者被比拟为压的巴云里尔 推测死亡时间是10月15日 也就是昨天下午6点45分到7点45分左右 对吧 是呀 因为刚刚死亡没多久 所以能比较精确的推上死亡时间 法医甚至说也许正好是7点15分呢 那么现在假设 凶手就是7点15分杀害了巴云里尔 然后立刻驾车从逐利区的林乃 开往神奈川县林乃的这个停车场 那个时间段正好赶上完 高峰就算开的再快 至少也要花一个半小时 也就是说凶手将车停在这里的时间 最早也是晚上9点左右 虽然这辆车贴了遮光膜 有点黑色慧的感觉啊 不过在停车场停了还不到一天的车辆 就有附近的居民报警 的确如此 那就马上看看监控录像吧 监控显示可疑车辆是在凌晨1点45分 抵达停车场的 也就是说凶手在沙海巴云之后 并没有马上赶到神奈川的林乃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4个多小时的空白 根据法医的检测结果 林乃昌良死亡时间是今天上午10点 监控里并没有拍到有人上下车的镜头呢 那可未必 你看这辆车的另一车是监控死角 旁边就是路阶 下去就是马路 这辆车的后座是推拉门 如果在另一面的监控死角开关车门监控中是看不到的 如果穿过草丛从路肩下去 就可以避开监控出入的停车场 怎么会这样 难道奈胡昌良从这里离开去了猛错 不 志愿从这里出入的应该不是奈胡昌良 如果是他根本没有必要偷偷摸摸的进出 从这里进出停车场的是绝对不希望被人看到的人 究竟是谁啊 当然是杀害奈胡昌良 并伪造自杀现场的这起连环杀人案的真凶 此话一出 在场的众人除了二三以外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真壁学长 能让我也看一下尸体吗 好的 嗯 看起来也像是在这里逗留了好几个小时呢 这辆车被高速公路剿匪口的监控拍到了吗 不知道 还在调查中 嗯 真壁学长 尸体的领子上黏着什么东西 这是粘粘虫 我记得叫昌耳吧 一旦黏在衣服上就很难拿掉的 可是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等一下 啊 你要去哪儿今天一 找到了 就是这个 是在这里粘上的 啊 这么一来 果真如你所说 奈虎昌良的确经过了这里 只不过 他是活着时经过的 还是死后被人运过去的 就另当别论了 哎 你看 这里有某种东西被脱帅过的痕迹 而且还能闻到被压断的青草的味道 说明被压断之后还没过多久 从痕迹的状态看 被脱帅物体的尺寸应该相当于一个无法行动的人吧 凶手恐怕是将奈虎昌良 装进了类似睡袋的东西中进行拖拽的 不过头部周围会暴露在睡袋外面 所以领子上才会粘上昌耳 这不是一起自杀案 而是猛杀案 凶手在某个地方杀死了一户昌良之后 穿过路间 偷偷将尸体运到了车上 事已致辞 由于证据不足 警方最后还是只将前两起案件视为谋杀 最后一起视为自杀展开调查 曾毕学长告诉我 现阶段被视为凶手的奈虎昌良 本名智丁良 19岁时和年级更小的三明混混 绑架了一名16岁的高中生 在进行拳打脚踢等暴行后 还动用了刀割打火器烧等残忍酷刑 最后致人死亡 由于行凶手法极其残忍 被送进少年监狱服刑 直到几年前才出狱 二三跟在我和曾毕学长身边 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内部林赖连环杀人事件 逻辑周密 内容也很有深度 几乎称得上是专业推移小说家的水准 以他那种资历 怎么可能写得出来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不是有人把进去的经历写出来 结果畅销了嘛 总之我们先把这次案件 稍微整理一下吧 首先我们在颁奖典里 看到的第一起杀人案 视频的时间 是4月15日下午6点之前 没错 射杀总部已经确认过 视频是用摄像机拍下来的 上面有拍摄日期 我记得是14日凌晨0点到0点15分之间吧 与法医给的推测死亡时间一致吗 基本一致 二三他们发现 第一名牺牲者 潮污风马尸体的时间 是在下午8点左右 接到电话后 我和曾毕学长 在晚上9点半赶到了现场 因为现场有被害者的驾照 所以马上就知道了 出现了代表林奈中的 阿的牺牲者 我当时觉得有一点比较奇怪 赖虎昌凉明明给出了 明确显示自己是凶手的视频 却连一枚指纹都没有留下 而且在小说中 这是一起随机杀人案 应该随即选择 以名字阿亚塞 开头的人进行杀害 然而这位在西域县 林奈被害的 潮污风马柱子和工作地点 都在神奈川县的川崎市 如果真是随机杀人 应该就近选择名字 以阿开头的对象吧 也就是说 小说中是随机杀人 可现在发生的命案的目标 并不是随机选出来的吗 可以这么说 好了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和曾毕学长离开了 第一起命案的现场后 去酒馆吃饭 在10点半多的时候 接到了基田编辑的电话 听说是收到杀人视频后 我们马上赶往了逐地区的林奈 11点左右到达现场 在一家废弃杂火店中 发现了与视频里一样的尸体 通过名片得知被害者工作时的名字 叫巴云里儿 这才明白凶手按照这些名字 将其比拟为林奈中的鸭 于是我就在这个时候 给二三发了信息 当时我躺在床上还没睡着 一接到阿姨的信息 就马上坐起来了 随后我和小梅也通了电话 把发生第二起案件的事情 告诉了她 还说明天说不定 会发生第三起案件 所以我要去沈耐川的林奈 她告诉我外面下雨了 明天早上八点来接我 一起到那边去 这么看来幸亏我们用智能手机联系 才能精确到分钟的 掌握每个行为的时间 验尸的技术也进步了很多 只要在24小时内发现尸体 误差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真必学长 真的是那样吗 你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将推测死亡时间 推去一整天 真的很难办到吗 至少像这次 这种早期发现尸体的例子 肯定是不可能的 不过你为什么这么问 阿姨你来解释 真必学长 关于第二名被害者 视频发出来的时间 是15日晚上10点半之后 可是那个视频的拍摄时间 却是一天前 10月14日的晚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那位新人作家 东树阿加沙 不是在现场附近 拍了照片吗 我看到这张的时候 感觉有些不对劲 诶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你再去看一下 季田先生发来的视频 好啊 诶 照片中亮灯的 镇谷治疗院 灯面了 这家镇谷院 营业到晚上11点 如果它的被害时间 是7点多的话 镇谷院的灯 必然是亮着的 我和镇谷院的人 确认了一下 他们家前一天 正好是固定休息日 一直没有开灯 可是将推测 死亡时间 推迟一整天 这种事 根本不可能做到 在现如今 高超的事件技术下 的确不可能 干扰死亡事件 可是 他真是在拍摄 那段视频时 死的吗 诶 第二名被害人 是在全身被拘束的情况下 头上掏了一个塑料袋 用胶带 将塑料袋封死之后 窒息而死的 如果在那段视频中 在被害人 马上就要窒息的时候 停止拍摄 拿掉塑料袋呢 啊 然后在第二天的 下午七点左右 凶手再次用 同样的方法 将被害者杀死 可是凶手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恐怕是为了伪造 不再上证明吧 基田先生突然打电话 他表示 监控老师有关于 案件的重要事情 要找我商量 我匆匆赶到了约定地点 却意外的收到了一本书 监控老师告诉我 这本十几岁的恶魔们 是他十年前写的书 记录的正式奈壶昌量 参与了牧泽家少年的 私刑杀人案 被害的高中生 名叫如月谎一 与其中一名加害者 引颈中医 是初中同学 他们本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可是深入高中后 引颈逐渐荒飞学业 退学以后 更是和当地 以智丁梁为首的小混混 混在了一起 但实际上 引颈只是个冤大头 一旦钱被炸光 就会被胁迫带来其他人 陷入困境的引颈 求助昔日好友谎一 善良的谎一 为了帮助走错路的老朋友 数次带着零用钱 去见智丁梁等人 直到有一天 谎一告诉混混们 他以后都不会再拿钱来了 之前的钱 就当做引颈的脱身费 他希望他们今后 可以和引颈断绝来往 智丁梁表示 引颈想要离开 也不是不行 但是他得留下一条胳膊 落弱的引颈当即表示 自己从没有这么想过 但智丁梁却不打算 轻易放过他 他逼迫引颈用棒球棍 殴打谎一 否则就要留下一条胳膊 当脱身费 引颈向谎一挥动了棒球棍 谎一边躲避 一边苦口婆心的劝他 然而这句话 引起了智丁梁的反感 他想要袭击谎一 却被踢了一脚 恼羞成怒之际 他用小刀刺伤了谎一 逼让两个手下 用胶带把谎一捆了起来 他逼迫引颈 在谎一身上点火 随后继续进行殴打刀刺 在谎一死后 将尸体绑上了砖头 从桥上丢弃到了河里 后来引颈因为 无法忍受罪恶感 选择了自首 这才使得案件得以暴露 会不会是加害者中 还活着的引颈 为了制裁 逼迫自己 杀了好友的智丁他吗 不可能是他 我听说他从少官 所出来之后 一直闭门不出 已经在三年前 自杀了 监工老师 我对这个案子 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疑问 是的 这个案子乍看上去 给人一种随机杀人的错觉 实际上 却运用了非常巧妙的诡计 杀死巴云李二世 停在了杀死人之前的视频 凶手如果是毫无关系的第三者 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 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只有一个 难道是因为 没错 凶手就一直在我们身边 和我们一起行动的人 考虑到颁奖典礼上 录像被雕换的事 凶手一定是 持穿推理奖的相关人员 而这个人 在第二期案件中 还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对于凶手是谁 你已经有眉目了吗 是的 只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完全触碰到 这个案子的核心 凶手的不在场证明 也肩不可破 所以我想要将这个案子的 相关人员聚集在一起 逐个调查他们这两天的行动 以便找到突破口 能推翻起不在场证明的线索 就在其中 我对此深信不疑 为了更好的收集信息 我和曾毕学长将询问地点 定在了卡拉OK 并每期明约 是要召开推理大会 点完酒水后 曾毕学长开始向最先 抵达第一起案件 现场的私人了解情况 监工告诉大家 他作为评委出版社 有给他准备专车 确认现场之后 他去了一家长去的酒吧 多数表示因为不差钱 自己来往都是直接打出租车的 二三则是在宴会结束后 乘坐小美也的车 和他一起往返的林来 我看着大家 决定先抛出一个影子 真毕学长 我拜托你调查的 关于巴云的事 结果怎么样 正如你推测的那样 并没有任何神山里 而以巴云里 而这个名字 进行辩明服务的痕迹 我认为 被害者所持的名片 是凶手故意安排的 你的意思是 这并不是一起比你地名 林赖的随机杀人案吗 是的 我认为这是一起 最开始就赢那三个人为目标 经过严密策划的 欲谋杀人案 真毕学长开始询问 众人在第二起案件 发生前后的行动 东树表示 自己收到基田发来的视频 就立刻赶到了现场 拍完图片就直接回家了 二三告诉大家 他得到消息后 就和小美也约定第二天 一早去神奈川的林安 监工老师当天的行动呢 事到如今也不怕告诉你们 我在第二起案件发生后 马上独自开车 赶到了神奈川的林安 我是一个重视采访现场的作家 我的小说与非虚构文学 几乎相差无几 不过这可是一起 正在进行中的凶难 如果正好中到凶手 可怎么办 好了好了 不用这么紧张 不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吗 监工老师 这是您运气好 佑人 该你了 佑人表示第二天早上 他和二三赶到案发现场后 发现了刊登 奈胡昌良小说的杂志 和充当尸体的人体模型 说明肯定发生什么事 卡拉OK结束 众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珍碧学长有些泄气 怎么样今天夜 我怎么觉得变成了一场单纯的酒会了 珍碧学长 难道你指望唱下卡拉OK 问点常规的问题 然后就能确认嫌疑人 就能解决答案 不会吧 现在这么关键 就别整白血了 对对对不起 是的 现在我已经可以确认了 虽然谜团还没有全部解决 但凶手 作识议议议议议议之中 中文字幕志愿议议议如先